大家好,我是小强 2019年兵败家门口的南篮世界杯之后 中国南篮终于又一次出现在了世界大赛当中 不过这次球队却少了一件连郭艾伦、王哲林这些主力核心 因为各自的伤病原因 这三人都没能够入选此次征战亚预赛和奥运会落选赛的12人大名单 这也标志着中国南篮已经开始进行大换血 而此番出征这两项赛事 主帅杜丰基本上都带的是一群年轻人 镇中除了任俊飞和周鹏这两位30岁的老将 其余球员都是二十几岁 正值当打之年 相较于奥运会落选赛 要相继迎战希腊和加拿大这样世界前十的境遇 此番亚预赛分别对战清一色 都是年轻球员的中国台北 以及缺少八村雷 渡边雄太和 马场雄大的日本南篮 只能算是掏剔大餐前的一道开胃太罢了 不过即便这样 中国南篮这群年轻球员似乎也打得并不咋地 四场比赛虽然悉数获胜 但基本上都是靠着老将周鹏这个定海神针 作为目前这支南篮自立最老的一位 周鹏在此次亚预赛中场均出战15.9分钟 可以拿下全队最高的12分 三篮板2.3助攻 投篮命中率高达57.1% 三分球命中率也达到了不俗的46.7% 确实起到了一个老将队长应有的责任 首战日本 当日本南篮一点点蚕食中国南篮 多达20分的领先优势 将分差缩小至个位数 正是周鹏挺身而出 用一记稳稳的中距离跳投 帮助球队稳住阵脚 之后又带领球队打出一波高潮 彻底断送日本的逆转希望 而在收关站再占中国台北 南篮打的也不如第一场那么稳 相较于首战 足足赢了对方49分之多 这场比赛却只赢了对方18分 下半场又是周鹏再度接管比赛 整场比赛他出战28分中 16投8中 黄坎全队最高的21分6篮板四助攻 一抢断一盖帽 正22的正负值 仅次于沈子杰的加24 高居全队第二位 如果南篮不是有 这位老队长坐镇 光靠其他年轻球员 确实有些无能为力 和此番中国南篮在前锋位置上 也带了一名年轻球员去吸取经验 他就是上赛季 刚刚加盟CBA变一局 南阔全明星星瑞赛MVP 和最佳新秀的 当红杂子姬张震琳 这位曾在NCAA一级联赛 效力的潜力新星 也被大家抱以极大的期盼 而在这次场比赛中 他的场均上场时间 竟然比周鹏还要高 来到了16.8分钟 足以可见杜丰 是给足了这个年轻人充足的机会 不过这位第一次经历 这种世界大赛的菜鸟 似乎并不能够适应 场均仅有4.8分 6.5篮板1.3助攻 投篮命中率虽然有53.3% 但三分球 命中率却仅为20% 首战日本南篮 张震琳出战12分钟 六次出手 仅命中一球 三分线外更是三中一 仅有三分入仗 不过凭借不错的积极性 倒是抢下了7个篮板球 在联赛期间 张震琳就不是以持球进攻擅长 而是更多的靠着无球空切来 寻求轻松得分机会 不过在世界大赛中 没有自主进攻能力的前锋 如果光靠自己去等机会 是很难发挥作用的 尤其是张震琳这种外线 投射还并不稳定的 如果再没有防守做支撑 想要得到主教练的青睐 难度可想而知 身高2米05的张震琳 虽然在联赛更多的 都是担任三号位 不过此番到了世界大赛 杜丰更希望 他能够客串起四五号位 毕竟在目前蓝潭潮流中 早就没有所谓的 特定某个位置 就必须打哪个位置的说法 但投射不稳定 外加持球能力欠缺 让张震琳一度遭遇迷失 最后一战与中国台北 他上场16分钟 一分未得 确实不太应该 当然呢 目前只有22岁的张震琳 和31岁的周鹏相比 确实有些不太公平 不过这位辽兰新兴 未来想要彻底蜕变 还是需要像周鹏那样精进投射 加强持球能力 而这两点 也正是总决赛中 广东能够立刻辽兰的 主要原因 喜欢就点赞订阅 支持我吧 谢谢